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今天我们继续我们的接口的一个开发 那我们在上一讲当中 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数据的这样一个模拟 我们在我们的接口里面 我们实现了这些数据 那么今天的话呢 我们来实现如何让我们的数据能够支持的一个跨域的这样一个访问 那我们数据要实现跨域的访问呢 我们需要定义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结构 那就是跨域 那跨域怎么来定义呢 其实跨域的话它是其实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先写一下它的一个原型 那跨域的一个原型的写法呢 它其实就是我们类似于像有一个 比如说我们来接生data 然后呢 它其实它的原型是这个样子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的话呢 我们的一个数据的结构 它是我们之前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这样一个一个object 其实呢 它这里边的话呢 它的原型其实就是将这个object放在这里边 就得到了我们这样一个跨域的这样一个支持 这就是跨域实现的这样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原理 那在我们的阿加克斯里边进行请求的时候 那我们至于为什么要跨域 这个地方呢 是跨域当中 就是阿加克斯跨域当中 这一系列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今天呢 主要说的是我们如何去实现它 而不是我们去讲其中的一个原理 那么我们在阿加克斯请求的时候 我们一般会用到两种方法 请求方式 第一个是get 第二个是post 那get和post呢 那get和post我们这样一种实现 我们平常的话 我们通常get 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就是我们以这种带问号的这样一种方式 那去写这个参数 那以post的话呢 那就是post 然后呢 去post一个数据 然后来进行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紧接着就是我们拿的这两种方式 我们的在我们的express当中呢 如果是进行对参数进行解析 那么其实在get里边呢 我们就是 我既然是请求请求有一个query 查询的参数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前边是一样的 就是request 然后的参数里边呢 具体到哪一个参数 那我们 我们问号后边是带的一个id 那这个地方就写id 那lim呢 这个就写name 那body的话呢 只是 这个post呢 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就是request 它是用body body这样一个对象里边的一个那种去 它们唯一的差别 就在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呢 就 选其中的一种方式 来实现这里边的一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我们一个调用的方法 那我们这里边呢 我们就选用get 所以呢 其实这个get和post呢 其实我们在arjax的一个 就我们用gequery的话呢 我们在使用的时候 就是这个type 我们用get或者是post 来执行这样一个处理 所以呢 我们在js的话呢 通过gequery的话呢 我们通过arjax的一个请求的话呢 这就是arjax请求的一个原型 OK 那咱们今天呢 就把这个和我们的代码相结合 首先我们第一个需要改造的就是 我们上一讲 我们这里边所提到的这样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如何去改造呢 那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我们的接口里边 做一些细小的一个改动就可以了 OK 那我们进入到我们的opt的server的 那我们进入到一个 我们上一讲的这个代码5里边 OK 这里边的话 我们上一讲进入是vim的 我们rooters里边的index 这里边的话呢 我这里面其实已经写好了 我给大家稍微看一下就行了 就这个地方呢 相比之下 我们多多了哪个地方 其实我们多就只多了这一段 就是呢 我们用 curey来进行获取参数 那我们这个参数呢 它的名字叫cordback 参数啊 记住啊 咱们的参数的名字叫cordback 紧接着呢 我们把cordback的 我们这个参数的这个名字打印出来 好 以下的 下面的话呢 内容 我们这主要一个数据 模拟啊 我们上一讲当中呢 我们之间一个内容的这样一个输出呢 我们直接是get啊 那个ret哈 就获取到了 这一讲呢 我们啊 这里边呢 我们要做quire 这样一个支持啊 我们只是在我们刚才里边哈 原型里边 就是把这个参数 然后呢 用这个拼接的方式 然后做了一个括号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看到这样一个原型啊 只是多了这个地方 还有后边这个括号 OK 那我们具体最后呢 实现出来我们的一个展示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我在这个地方呢 给这个接口给大家看一下 那比如说我这个地方 我们用个 注意一下哈 我刚才说了啊 callback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我们写一个 比如说A 啊 我们看一下 它输出的就是个A 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 我们自己在控制台里边 这样一个输出情况 其实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看到的 啊 我们这里边会输出到A 然后呢 我们要输出到B啊 它也是一样的 那么 现在的话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callback 给它组装在这儿的话 那它这个数据就 一定可以给模拟出来 OK 那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我们现在的话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代码里边 我们再来看一下 既然我们要用到gQuery的话哈 我们首先会用到一个gQuery.mini.js 这样一个包 然后我们把刚才这样一个圆形给卡过来 注意一下我们的地址啊 就是我们上一讲 我们说给大家一些的这个 这一讲呢 我们在这个技术上进行了一个改动 这改动的话 我们还是用get 然后呢 是否是一步的方式 我们呢 是false 然后呢 这个地方请求 这样一个链接 然后呢 不用缓存 然后data type 注意一下这个data type data type里边的几种类型的话 然后大家可以在文章里边去查看一下 那接生的话呢 就是不快的 接生P就是通过那种快预的方式来进行调用 那data type 它通过快预的方式 其实它在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其实它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操作 我待会给大家演示一下 然后紧接着这个地方是成功的时候 它把这个内容给打印出来 如果是失败的话 它直接通过anata提示出来 OK 那其实在我们这个页面当中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我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应该是这个页面 那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页面呢 我们先刷新的时候 你看它其实是把我们的内容给打印出来了 咱们就会说你 你到底这个地方你请求的是什么 你这个快预的到底是怎么在用呢 我们看一下 它调用了这样一个接口 大家注意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打开看一点 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请求的这样一个参数 你看我们在我们open 我们复制一下 你看它其实这个地方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就是请求的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会看到 你这个内容里边好像call back 你自己也没有写对不对 我们的代码里边的确没有任何的地方 你可以看到 哪有call back这样一个写法对不对 没有 然后包括后边接cury这一串又什么来的呢 这一串的话就是我们的 这个点阿加克斯里边 然后接成P里边 它自动帮我们去处理 所以呢 也是我们在后台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把这个地方给定义成 call back的这样一个道理 当然如果你不写call back的话 你自己去定义一些数字的这样一个输出也是可以的 只是说呢 需要自己去处理一下 那么这一讲呢 我们你看好 我们这个数据的话都已经 就已经把它取出来了 取出来了 那我们紧接着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控制台里边 我们看到了我们这样一个数据的一个内型 就是我们的返回的这样一个数据 这个数据也是我们后台呢 就模拟的这个数据 这个模拟数据就是我们这一串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里边是object 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了 它是一个数据 3 3 然后呢 每一个数据里边也是一个object 这里边每一个都是有一个内型的 这个地方 10 然后是一个数据 logo 然后这里边又是一个对象 这里边item有6 那所有的格式呢 和我们上一讲 我们所定义的这种格式呢 那肯定就是一样的 包括里边所有的那个字段的值 key 都是一样的 OK 那这一讲呢 我们就展示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一讲的话 我们就来看如何把这些数据 和我们左侧的这些数据 我们的这个数据已经拿到了 我们如何跟左侧的这个数据 进行一个绑定 那这一讲呢 我们就到此为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 下一后续的一个课程 再见